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 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演义发声 推广中小企业发展 且看美南报业电视集团李卫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我们正在走向两极世界 以色列总统内塔尼尔胡昨天再次在国会发表演说 众多反对者在现场和他居住之旅馆 焚烧美国国旗举行大规模之示威 近百位民主党国会议员拒绝出席 并公开谴责以色列在加沙之不断进攻 内塔尼尔胡说 只要哈马斯投降释放所有人质 他们将立即停火 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在即 民主共和两党在外交内政移民人权问题上 都有巨大之起见 而对中东及乌克兰战争上 也有不同之看法 今天我们打开世界地图来看 由于俄乌战争之影响 世界开始走向两极化 包括内陆国家伊朗在内之国家 已经正式向美国和其盟邦公开挑战 中美两大国之矛盾将把世界化成两大不同之政治版图 自由及全球化之体制已逐渐瓦解中 人类文明历史正走向新的而未知之未来 是福是祸正等待时间给予答案 是福是祸正等待时间给予答案 嗯 是福是祸正等待时间给予答案